你有什麼事? 我跟妳說什麼? 我有的要跟你說 我跟妳有什麼說 李克星 妳都不給我跟她一起,但是她要去拿去拿去拿去 你到底是要幹什麼? 你怎么回事啊 你这是什么 我有喝着你咖喱水 我没对你演奏 你是不是 想不想看那些事情危险我 你怎么回事啊 我已经知道阿嬷 原来做分配的孤困 和我们家的孙子 俊杰的一样 拿着包园一批 你跟我每个人 都拿着包园一批 想到你做到买死买完 你很像我拿着的孤困 阿嬷真的有点疼 可是 你怎么跟我合作 如果是这样 我们两个孤困夹起来 就包园一批 但他和其他孤困夹起来 做会合作 他要对抗俊杰 甚至是最重要的过程 我是怎么要跟你合作 对抗俊杰 正前我会跟你合作 是因为 他跟刘慧婷做会 我没希望刘慧婷 真的变成我的大小 但是他两个人 现在已经分手了 我根本就没跟你合作的理由 你若是不跟我打扎工 那时尊敬还是跟给你烦 还是你未来的大小偷压力 去尊敬跟你说 你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我怎么会什么都没有 你必须把我打扣 刚才你不是说过了 阿嬷会让我五拍的孤魂 以前我告诉你 我没参照你现在小偷压力 我是让我妈赐大了 俊杰虽然说不爱我 但是他真照顾我 所以 我没可能因为你三两个月 就翻倍俊杰跟我妈 李嘉欣 但是你不怕 你对俊杰做的这些事情 叫大家知道 那是你头带俊杰的房卡 我才会跟你无事困住 你还真是说不错吧 你如果俊杰骗到你的房间 隔壁的房间 还在家里带俊杰的外卖 你带俊杰用皮皮的手段 让俊杰给你做的事 你不要再带俊杰的那家带俊 陈总 你跟我们两个人生在做什么 他车里都出人家 我说你就去做了 你真是不认识的 这种话你也还会失去 那种你的欢迎 是不是就代表 其实你爱的人是我没有俊杰 你当时真的有没有说什么 你明明知道我爱的人 一定都是俊杰 我在想过爱的 我只会这次 这次这种 我自己选到一生的事情 那真的是这样 你也知道那种李榜骗的人是我 我怎么会知道啊 那天我跟房间的工程 掉下暗的 我关门就不知道 你买的人是你不是俊杰 他说俊杰一天如果没喝酒水 知道你闭在房间里面 你的家里是否就是败了 我知道俊杰 我们是亲戚的 你根本就不可能会接受我 所以我 所以 你就是在水里面 有一点有的问题 你是说俊杰的 喝酒水 里面的房间里面 一定会去喝那罐是吗 我根本就不知道 事情会变成这样 我真的就会 可欣 可欣 我又问你一次 你敢跟我合作 我们两人是合作 他后一拼金 有可能会变成我们两人 我一定会跟你说过 我没有 你不用想说 要用这些大家的威力 你就好 我跟你说 老师说有人问我 我一定会说 是你拼我 是你会把我拼去面村上的 到时候 我们这里看看 大家的胸心上 你哪在那里比辟啊 对付你这种比辟的 你会比你更比辟 你就好 我警告你 这件事 你只是跟他说出去 我会让你一四人 都不用跟少许你 跟他一拼 这些更多压力 更多看不起你 我说话 做话 李克星 我已经给你了 是你自己不知道好不好 你到底是在买什么 你明明知道我爱的人 一定都是俊杰 我在想过爱了 我只会这次 这次这种 我自己逾到一生的事情 对 要跟我比辟人更比辟 是吗 你也要再走 来 妈 你的 妈 妈 好想 谢谢 刚才公司的天哪有床余讯息好 她说 跟你的部门关系 補传统 你看看 有收到 收到 收到 如果这样帮助大家听说 俊杰跟阿姨说在 不要再加一些意見 公司去公司说就好了 好 在你说的社群大陆在忙 要处理自己的事情 哪有时间 是你头带俊杰的房卡 我才给你 没死你困住会 可欣 那是你的小姨 哪是 你自己的小姨 你买了 可欣 就叫 阿姨 等 闲 是你头带俊杰的房卡 我才给你 不是你困住会 你还真要说不错 你如果俊杰偏起你的房间 还在这边跟着这些伙伴 在这边用皮皮的手段 我俊杰给你做事 你到底是在买什么 你明明知道我爱的人 一直都是俊杰 我只想爱你 而且这次 这次这次 我自己的小姨 一小的事 刚才是这样 你应该知道 他跟着房间的人说 我哪会知道 一天 我跟房间的工作 要更暗的 我根本就不知道 你买的人 是你不是俊杰 他说俊杰一天 如果没喝酒水 知道你密尼的房间里 你的计划是什么 就是白了 我知道俊杰 我们是青青的 他根本就不可能 会接受我 最终的家ث 你还是买这种家计对 你要如何再说 住这个家帝 可是 你 таких事 有事情 走这种总职 她 有什么样的